我这期的设计主题叫旧式蓝雕 想通过一种设计来体现整个一个怀旧的文艺情怀 通过一些斑驳的墙子及地板上墙 美式的家具以及窗帘的蓝色系 将整个混搭迎合在一起 为了突出一种旧式的时光 在我的设计中 我还是比较喜欢地板上墙以及我的窗帘的搭配的 因为窗帘的蓝色系和我地板上墙中间的流离形成了一体 我觉得整个颜色中有活跃 当然也有古朴 有一些遗憾还是我的整个灯光的原因 主要是时间太短了 掉顶没办法做出来 这样的话影响到了我整个灯光的这种隐约性 但是从现在来看 整体搭配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希望我的业主他们能够喜欢 字幕志愿者 李宗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位设计师都是室内设计师 对 那我就奇怪了 你们两个室内设计师 自己这点事还得再找我们的节目 这是个什么想法 因为当时我们装修的时候 意见不同嘛 谁都不妥协 所以装出来之后大家都不满意 所以想卸出第三方 对 所以呢 给你们家做设计的这位设计师 这个活是非常非常难干的 都是同行 看吧 好不好 好 你们既然自己就是设计设计师 无需多言了 无需赘述 来 3 2 1 哇 完全不一样了 对 色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挺好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怎么讲 哪里出乎你的意料了 或者说你意料的是什么样 我意料的应该可能会比较简洁吧 可能也会跟我们之前应该不会相当太远 但我感觉这个色的感觉相当特别大 对 虽然你以前是魂房是大红 就是红色系 但是线条非常简洁 对 基本上还是属于比较简约的那样的极简装修的那种风格 对 但现在呢 就不是了 尤其这面墙 对 这其实是拼花地板了 但是中间就是这个琉璃啊 但是它还是一个拼花地板的概念 它地板上墙了 它就极具怎么说呢 极具装饰感吧 对 是这种感觉 再加上 土黄色的 大地色的这种 加了叶片的壁纸 所以你们家现在还是比较热闹的 对 之前你喜欢简约的 就喜欢简约的 对吧 对 因为当初 我们装修 着急结婚嘛 所以就 特别赶 也就是尽量简简的装修了一下 简单装修了一下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的 复古的 复古的比较带文艺饭的那种吗 文艺饭是什么饭呢 就是有艺术气息的感觉 具体一点 一走进来就像设计师的家 就是这种感觉 具体一点 就是说在市内装修上 这个文艺饭 这个怀旧感 对 体现在什么上 你举个例子好吗 比方说一些旧的家具啊 旧的地板 老东西 对 这种感觉我是比较 生活有点小资吧 用老东西来去做出一些心意 对 你是喜欢那样的东西 对 好 继续看看啊 家具呢是换了 对 我觉得它色彩是很调和的 包括整个空间的话 会觉得很安逸吧 我觉得这个 那好呀 那好 你有这种感觉太好了 做做新沙发吧 试试 小心腿啊 还真是一拳一拐的呢 哇 好舒服啊 对 舒适度比以前好吗 对 舒适度要好一些啊 对 以前是故意的沙发 对 我知道 我一直是想换掉那个沙发 就很不满意了 没想到设定是 就在帮我们换掉了 嗯嗯嗯 这个茶几呢 它本身也是一个有储物功能的 这么一个茶几 那边呢是有两个抽屉 这儿能打开 有两个抽屉 这个翻盖应该是也可以翻得开的 所以它是上下两层的这么一个储物 因为当时你们也是提了 就是储物想要稍微再强大一点是吧 对 因为小孩子的玩具很多嘛 希望有东西可以装起来 对 然后餐桌餐椅也是一套新的 是 有没有会觉得现在的家具的色彩偏重啊 会这种感觉吗 还好啊 还好 因为我们也很喜欢美式的混搭的感觉啊 嗯 好 嗯 行了那打分吧 一百分百分 我要给它打一百分 你真的假的 真的 啊你跟我说说好在哪里吧 我觉得它细节啊各方面的处理很到位 嗯 怎么说呢 包括它那个踢脚线呢 原来我们都不是这样的 都换掉了 哦 哦 我们的拉手也换掉了 拉手换了 对 这是个细节 对 它希望也希望可能要各方面要统一点嘛 嗯 所以挺有感觉的 那你给分呢 你的整体的评价是什么 我想我应该不会那么高吧 嗯 就给个九十分吧 嗯 好 嗯 差了十分你觉得是什么 嗯 因为我原先希望可以再多一些收纳 嗯 但是可能设计师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增加这一块 收纳有点欠缺 但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啊 因为效果我还是满意的 效果你还是满意的 对对 嗯 你指的效果是指比如说色彩还是更换的家具还是 这个 这个色彩的搭配啊 包括这个家具的感觉都是我还偏向于比较中意的吧 那行我们现在就去蓝队家看看蓝队家的效果如何 我的设计主题是百百合之恋 灵感来源于喜爱百合花的女主人 整个空间在色彩上我运用了蓝绿色调来呼应田园风格 给人带来绿意盎蓝的感觉 让男女主人结束了繁忙的工作后回到家中身心得到彻底的放松 原来的飘窗我把它改造成一个休闲区 男女主人可以坐在这里静静的享受午后的阳光 品品红酒喝喝咖啡享受他们的二人世界 我把原有的工作区改造成了亲子区 因为原来的空间非常狭小 不能满足他们相互陪伴的愿望 而作为亲子区 这里光线很好 宝宝可以在这里学习 亲子互动 而且还增加了储物功能 而餐厅区改造成卡座 大大的增加了储物功能 可以满足太太加班 先生陪伴的愿望 希望他们的爱情像百合花一样纯洁 也预祝他们百年好和 好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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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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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